第四季节目 哎呀 哎呀 还钱呢 走走走 没法我 二嫂 怎么了你 快起来 怎么了 那二伯娘 不是把银子给了你大伯吗 可你大伯把钱拿走后 人就跑没眼了 看来你二伯这次啊 凶多吉少了 大伯不在 那大伯娘呢 你也跑了 他骗我说 只要我有钱 他就能买通官服 把手艺救出来 我呀 就黑了金尖不要脸的 去偷了自家人的钱 老大是杀人主 不信呢 没法活了 我不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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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行 你干嘛呀 走啊 不能这样 你真是人嘛 别这样 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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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哎 放头 爷爷 爹 爷爷 没事吧 别走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这心慌 心慌 哎呀 妈 妈 妈 儿媳婦 这事不怪你 都是老大糊涂 三儿 哎 你替蝶王 镇里头跑一趟 这俩他给带回来 就是我说的了 你干什么呀 三弟 你二哥的命 全靠你了 二嫂 你快起来 假的就是了 快起来 那我这就去找大哥 我跟你一起 二哥 快起来吧 好 二嫂 起来吧 大哥 大伯 大伯 大爷 您知道这家人上哪儿去了吗 这里没人住了 刚搬走 搬走 搬哪儿去了 你 你们是 是这家的亲戚啊 他们家临走的时候叮嘱我了 说他们家 倡语来借钱的亲戚 跟狗屁高二似的 千万不能惹呀 哎